各位朋友好 我們學乖了 出門房坐捷運去好 不要騎什麼摩托車 禮拜五還是非常多人 我這個運量非常驚人 台北捷運真的是 好像賠錢 台大醫院站到了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找路了 他離捷運站游上去 然後我們看那個導航地圖 我們走 GO 自動點餐 好我們來個那個中華套餐 求人護盤 好 找人了蠻方便的 我們冰冷 就坐在這邊吃吧 冰冷冷吃吧 好這個就是我點的 這個150人這個套餐 我們看這麵長這樣子 這個是乾的耶 居然是乾麵 好 然後這是他的那個蛋 對這個 蠻亮的 然後這要煎餃 四個 然後還有這個湯 好我們立刻來吃吃看看 先吃這個麵 它是有麵吧 好香喔 很香 好香 這個我是在吹棚 我是說什麼 到比較貴的店 在那邊 喔真的好香喔 這應該算什麼 呃 不是涼麵 也不會乾耶 有拌麵吧 應該是有拌麵 很香 好香喔 我看這個蛋 這個 它裡面的蛋黃不會 滑出來 半熟的 這Q彈感濃郁感有 重點來了 其實來這邊是要吃餃子 但是因為我不熟 就點了我什麼都有的套餐 那就是它的主力 餃子 脆皮的 嗯 非常多吃 確實有脆皮 確實脆 這個 山大醬 嗯 脆脆噴嚼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真的好 那這個應該是酸辣湯吧 就是 我剛剛還沒加料 還沒加料 我喝一碗 阿波山大湯 它是那個 蛋花 碎末 豆腐湯 普通 但是在套餐裡面 就是一個完整的 因為你吃了乾麵嘛 我覺得有點油 這時候弄一個湯就不錯 這樣搭配 嗯 以前看那些日本頻道 看到日本人 吃麵配餃子 感覺有點怪 可是這樣吃起來其實 滿配合 因為它這個麵附的當主食 主食的那個量大 可是少了一點菜 嗯 感覺有勁 而餃子只是口味噹噹啊 它兩個配起來非常的適合 好吃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是屬於那種 日常的 普通的一餐 住在附近來吃 可是你要是 專程跑來就是 有點沒必要 我們說實話 好吃 欸這樣應該不會被搞吧 這個 最近那個超派 超派 超派 我們評價都有點 不敢講話 很恐怖啊 來都來了 我們就來看這個228河濱公園 邊走邊去 順便運動一下 這個不用錢的 直接那個走進去 很寬敞 這個 台北不愧是首三之都 什麼都是最好的 然後那邊好像有一個 非常大的建築物 我們各位看一下 喔各位朋友 你看喔這個好大的沾營 這個228真的什麼都有 真的是什麼都爽 好想變成台北人喔 什麼叫我錢 這個就叫我有錢 你看 還可以蓋一個這種地標出來 喔這裡環境很好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你看有沒有 裡面有夜路 有沒有看到 我們放大一下 有沒有 有夜路 喔 這裡環境真好 然後這個就是鴿子 我要學那個 大家好 我是萌命鳥哥 那個節目我一直都在看 那個 過來我們學一下 這個鴿子啊 我們放這個赤料 他自己飛過來 鴿子過來 你們學得很像 這個QB又跑去泳泳了 幹什麼我真的學得很像 天啊 模仿天才 這個QB啊 你在做什麼啊 QB 你 可以 你 你 你